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 来 节目一开始呢 好朋友们 当台北股市来到11600点以上的同时 你想想David过去这段时间给你讲的故事 应该会觉得嘖嘖撑起吧 怎么解释 当然你不用看重播了 David老师慢慢跟你聊 但最重要的 继David老师的私房菜 昨天3680加登又涨停之后 昨天5483中美金也涨停 David的下一档是什么 如果测试到所想的 请你准备好 下一档请准备 David老师这两天随时都会出手 所以所有已经跟上快闪活动的朋友们 David老师不是只有加登 也不是只有昨天涨停的5483中美金 David还有新的 请拭目以待 好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看看David的第一张字卡 来 上个周末呢 David老师提供一个非常special的活动 叫快闪 48小时 699吃到饱 那就两天 48小时到此为止 就没有了 但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David老师给你什么股票 昨天早上请大家去买中美金 现买现涨金 今天跌半根 到底怎么看 我等一下说给你听 另外我们的老朋友3680的加登 已经大赚了快100块 观众朋友说真的 David在进这个摄影棚之前 我不小心算了一下 我有点吓一跳 其实我常很少在算 我到底一档股票赚多少钱 那我刚刚 因为我在录那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算了一下 我算给大家听 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surprise 已经有这么多了 来来来 David老师在4月29号 进场买3680的加登 当时股价是152 好 那我们这一波高点 加登的高点是 246 所以我们把246除以152 这样算起来是刚好61.8% 对 你没有听错 转瞬之间一个月过去了 4月底进场的加登 到昨天的246元 约末已经赚了60% 你没有听错 会很便宜都可以做见证 因为你很明显的 就是你已经赚了这么多 但最重要的老师 到底起完还没了 来观众朋友 请荣David老师慢慢娓娓道来 为什么David今天用这个方式跟你分享 待会我会跟你讲 我上上个星期五 David老师在这个节目上 送给你护国神山那份资料里面 我说你除了有加登之外 你看上礼拜还有3661的世心 昨天加登涨停 那今天呢 另外一档跟加登很像的股票也上去了 想知道哪一档吗 我没有盖牌哦 David会直接秀给你看哦 来观众朋友们 请直接看我的电脑 就是他 David老师的资料里面总共只有六档股票 加登士兴啊 这些年轻赚过的股票扣完之后只剩两档 一档就是6196的凡轩 你想到加登 你就会想到凡轩 那凡轩厉害在哪里 来自己看K线 你自己看嘛 他就是很明显啊 上去洗洗上去洗洗上去洗洗 哦又上去 今天创新高了 当你看看 当加登涨停之后 隔天凡轩又涨了 为什么David跟你讲 这件事很重要 来观众朋友们 台北股市这两天 包含中美金在内 包含刚刚的凡轩 包含加登这些股票 短线涨停之后 对不对 马上有卖压 有人获利老杰 像今天中美金跌5% 昨天5483中美金涨停 今天中美金跌5%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跟David老师的单子可以 但你不要乱追 因为当台北股市已经逼近了12000点 今天已经11600点了 来到这个看站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投资人 不要说投资人 一般投资人 包括很多的中时户 包括很多大户 都会很习惯性的 用短线的方式来做操作 第一个 大家会担心指数涨多了 会震荡 第二个 当你老师喜欢追高的同时 你就有必须承受被甩轿的风险 所以投资朋友们 当台北股市来这个位置 我要提醒你 你不要老师说 老师 你之前做爱普 你看我随便追都赚 怎么现在追都不会马上赚 因为期间不敢快了 当台北股市在4月份的时候 指数在哪里 10000多少 现在6月份指数是11500点 11600点 这个时间点震荡会比较大 提醒给你做参考 很重要 你要随便乱追 所以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 有一些新的股票 你真的没跟到的 你不要随便追高 你跟着我买下一档就好 好不好 麻烦各位 如果你一定要追的 我希望你追的方式要有点技巧 不要说 老师你看你当天掌停 我哥那样跳下去追 通常事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投资不是追就可以了 David是会短线操作的人 我再次提醒大家 我是会短线操作的人 我不是每一档股票都会报很长的 所以当台北股市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 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获利了结的 所以不要说老师 你一滴滴滴 赚中美金啊 给哪里干嘛 不要讲那么多 我还有下一档 就这么简单 但最重要的 台北股市行情怎么看 来先看我的电脑 为什么David给你提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你干嘛 中美金啊 40啊 跌5%啊 所以你看 昨天掌停 你去追 今天就会中强 可是你去看他的线形 其实很漂亮 好吧 我只提醒你到这里就好了 听了就听了 答案很明显 来 不要讲这 讲个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David给你提帆圈 当3680的加登 长了这么这么这么远 加登现在在5分钟一盘 昨天创新高翻 来观众朋友们 4月29号 David老师买加登 在这里 股价152 153 就在这里 昨天加登 股价是246 所以我至少赚60%了 但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有发现加登的涨法 起来 洗一下 不要说David老师都没有提醒你 我第一波买完加登 4月29 隔天我就把加登送给你了 而且我只送一档而已 然后涨上去 来到这边 5月份 我还提醒大家要赚好赚满 5月14号 送给全国观众的 新朋友们 你可以去看重播 David老师也不再赘述 我们每天节目时间很有限 我不是那些无聊的分析师 每天给你重播的 来 当台北股市的加登 3680 在这个时间点 David竟然跟你讲赚好赚满 你真的应该佩服一下 David的功力 你看又连续大涨 来到这里 5月底 David把资料送给你 护国神山 其中一档就是加登 你看又是个买点 那台北股市再大涨 加登又创高 来 观众朋友们 你有没有发现 加登的线型非常有意思 还看不明白 你把加登亮出来看 3680 加登的K线亮出来看 你再把6196 凡轩的线型 K线亮出来看 你再比照一下台积电的走法 你就知道台北股市会有多远的 就是David今天要跟你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不信我秀给你看 来 看完电脑 如果老师 你这样讲好难 我听不懂 来 台北股市 我一直跟他讲 这个多头很强 很强 标股很强 你不要被洗掉 我在4月份送你买好买满 我在5月份送你赚好赚满 好不好 你不用担心 还没涨完 大军未至两草先行 所以加登先发动 紧接着2330台积电的K线在这里 David一直提醒你的 这里 从一个下降的趋势线 你把这个高点 这是4月20号的高点 309 你往每一个高点的最高点 把它往下连接 变成一个下降的趋势线 到这一根 5月21 老师 这只突破了 突破那斜线 又杀回去 再突破 又杀回来 到这一天 5月底 David送你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好朋友们 紧接着台积电 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喷出 有没有突然觉得David很神 希望你喜欢就好 来 台积电掌完了没 如果今天加登还可以继续涨 如果今天 连加登涨到一个KAM 涨多了 换樊轩来涨 改天台积电相关 又轮着继续涨 那David反问各位全国观众朋友们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拆台积电掌到哪里去 那台北股市长完了没 废话当然还没 还早的 这David老师今天要分享给你的 很重要 你不要每天都看 老师 第一手Key加11600点 你看昨天 对不对 你涨停的加登今天回档 昨天老师你涨停的中美金今天回档 总是有人喜欢做短线 这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说 这些过去这三个月做短线的朋友们 早就已经被嘎空嘎到翻掉了 不然你跟David一样 从三月中 三月三月中 我们就看一路做到现在 我 你说要干嘛 多少股票赚多少了 你唯一 你唯一需要调整的东西是 如果你手上股票 涨太多了 不够强的就换掉 换最强的 换会涨停的 这样就好了 这个原则 每一个时间点 无论台北股市 任何的变动 都不会改变 这是基本的操作原则 我的股票 这是这个市场上 数一数二的强势股 是的 保留 如果不是 我们来思考 那下一档在哪里 赢家的思考就是如此 永远在找下一档最强的 理解吗 昨天涨停的股票 今天不涨 那明天再不涨呢 实际获利了结 换下一档就好 他如果可以像加登 像我们刚刚讲一些标题 可以一路上去的 你咬住就好 就几个原则很简单 但唯一难在哪里 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都有个 其实不是只有一般投资朋友 我遇过很多经理人 是这样 一句话我常送他们的 想太多 操作没那么难 你想太多了 不敢买一堆 尤其是那股票 涨上去掉回来 不舍得卖的一大堆 那你不舍得卖 那下一档会涨停 你就没钱买 这很简单的逻辑 为什么第二老师 请你动作的时候 我说你一定要跟好我的脚步 我叫你买 你赶快买 我要你脱力了结 涨多了 或者不涨了 换掉 你永远都有新的标的可以马上赚 记得这一点就好 所以参加所有快散活动的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跟好我的脚步 一定要跟我的脚步 既然David已经给你天大的优惠了 你要跟好我们的脚步 这样下一档 类似艾普的股票 搞不好就是你的 请你务必记得 David今天节目上讲的这一段 很重要 这是操作的精髓 你不要再羡慕 是艾普弃多了 你当初102没买的 你现在涨多远干什么事 艾普已经第二度被关门了 6531艾普 上个礼拜又三根涨停 昨天开始 这两天就开始了 5分钟一盘了 又涨到被关紧闭了 被限盘我骄傲 我不是讲过了 3680加登部也是 当David可以一直不断的 提供各位这样的好标题的同时 请不要再为指数的涨跌 做过分的联想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台北股市短线涨600点 就算明后天有个震荡 也不足为奇 已经去那么多了 可是那不就是你出手 下一档标股的好机会吗 可以理解哦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字卡 所以投资 很多人都有个盲点 太多了 当你要做动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以后 改天对比较是开特别节目 是来跟你聊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有趣 我常看到很多分研师真的想太多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会赚更多 当台北股市在5月底 我说即将突破的时候 很多人不信 我在6月1号 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还没有开盘 8点56分 我就把惠文扣讯 我当天节目我贴给大家看 这6月号的节目里面就有了 本周台北股市上周一 我写的本周台北股市指数会突破1万1千点 未来1万1千点以上 是新常态 6月1号 8点56分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骗人的叫时间 还没开盘 David已经跟你讲会突破 请问David需要花很多时间 突然费那么多唇舌 跟你去假设说台北股市会砸哪里吗 为什么David常讲这件事 3月19日台北股市来到8,523点 这一波的最低点的同时 有谁告诉你 那个是波段最低点 只有我吧 我还更精准的跟你讲 那个日子 很像2015年的8月24号 David的YouTube影片都留着 不信我们自己看 来看我的电脑 如果你觉得我常看很准 不要稀奇 因为我一直都这样 好不好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来观众朋友们 自己看就好 唯一这个世界上 最不会骗人的东西叫时间 今天时间有点时间 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 不要再爱看指数 你好好看你的股票会继续飙就好 如果没有 你的股票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你干嘛看指数 来来来 2020年3月13在这边 来我们来看 319在上面 319 当天的节目 来观众朋友们 当天我的股票已经涨停了 623年的超中 我当天台北股是破底了 我的股票已经涨停了 你看我写什么 当天节目上 我写的签译非常清楚 F1低重磅 就是台北股 再创新低 盘中跌695点 我说此情此景 让 David强到2015年的8月24 台股史上跌幅最大的一天 为什么我说最大的一天 2015年的8月24 镜头还我一下 2015年的8月24 台北股是当天跌多少 你猜 你猜 收盘跌超过7% 比今年3月19还夸张 David说那叫波段低点 那一天叫7203 我那时候就跟你讲过 台北股多头连长5年 今年的3月19 非常像当年的2015年的8月24 所以这一路以来 很多人在猜 老师3月份反弹会不会是 只是假突破啊 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很多的分析 自从3月猜第二只脚猜到现在 4月的人在问 老师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5月还有人在问 老师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请问这3个月来 哪里有脚 一只脚都没有 我直接告诉你 叫无影脚 我不是讲过吗 不信任观众 你看我的KC 你看电脑 这种东西 你现在回头来想 哇老师真的很夸张 你怎么知道 我说那种 这是统计学 不是指导 那叫统计学 统计学很科学的 不用猜 这事实上最不用猜 就是这种 这是3月19 对不对 紧接着 当天操纵涨停 隔天一大堆股票涨停 像什么建策 那些的台北小科 一路涨停 815博制 我们在那边 那个礼拜有8根涨停 紧接着 来到这边4月份 就在这里 4月22日台北股市 铁破这条线 我送给全国观众 买好买满 一堆分析师 在这一天猜 会打第二只脚 我当天的节目还讲说 哪里有脚 根本是佛山五银脚 来到5月的14号 在这边 David送给观众朋友们 拿去 我说这个地方又破线了 又破这个十日线 5月14 我送给你 转好转满 紧接着台北股市 你看 就上去了 这样有简单吗 所以哪天我要送你几个 这时候你还记得来拿 你免费的 其实今天都花一点的时间 跟你讲这个 是因为很多人 因为台北股市行情 指数涨多了 他又开始想太多 连我的客户都会 老师 11600点是不是涨完了 是不是要回档了 是不是又如何了 没有 是不是 一切都由市场决定 他现在的现象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猜是不是 等到哪一天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 在这个David节目 最厉害之处 好不好 我们是每天每天 在盘中收盘前 直接 David这个节目几乎是live的 因为我们 待会你三点多看到的 是delay live 问我是盘中录的 所以很多人告诉老师 你边录节目股价还在跳 对 因为是盘中 这才是我们厉害之处 我们不用那种事后诸葛 还要收盘才能录节目 那种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如果他一定要收盘才会解盘 那我请问你 他如何盘中做决策 你今天买卖的股票不是盘中吗 为什么我可以九点多就买好 因为我早就知道什么股票会涨 不是吗 来话不多说 看我的这个 你看嘛 David老师请你买这个嘉宜的阿基斯的同时 我早上不是贴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什么时候买的 早上嘉宜的阿基斯都没亮 没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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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2点有亮了 好 跟进场 买120 119 今天又145 仗又两成了 那我们再看 4月13日 David老师买iP的同时时间是什么 我发盘式直播 LINE AT才9点半 我几点买的 各位朋友们 你自己看 开盘 9点23分 老师你见鬼了 你怎么会大清早去买iP 独批一半 独批在地板上 在平盘而言 我已经敲下去了 我已经看到人家出手 我才跟你客气 直接敲了 我的爱博是账买的 我的加登也是账买的 我的惠特也是账买的 我有很多标股 我都是账买的 我开盘就买好了 我觉得投资 你要全国观众朋友们 记得这句话 投资最怕那种 这种心态是这种 就买买的 那个买买的 国语怎么讲 就是有点脱泥带水 不要这样子 买 该买 确定就是要买 长完了够了 获得了解 就这么简单 长不动了 就清空 就把它卖掉就好了 没有那么复杂 你会想很多 是因为你常常会被很多的 其他的因素所影响 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好 现在已经 没关系 我们这一段讲完就好 剩下的讲不好 明天再讲 最后一点点时间 来全国观众朋友们 看一个东西就好 看好电话 这我今天在广播节目上 我有讲到的 很多人常被报纸害死 5月份台北股市在震荡的同时 很多人在猜台积电 为什么会不好 因为老师 就华为 对不对 这两天台积电不是在股东会吗 那时候5月底不是华为 对不对 美国禁令台积电 华为的单就不出了 哇 很多人说哇 华为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啊 怎么办啊 台积电怎么办啊 什么的 David一再提醒你 我说你去看台积电 已经在改变它的现行了 它要涨了 你还在看华为 来 请问这个礼拜台积电 涨这么多之后 这两天 台积电的股东会 刘董事长讲什么 对华为 他们现在真的没法做这个订单 可是有很多的客户 马上就把单补满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华为少掉了 但其他的大客户立马补伤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台积电的故事 这就是家当的故事 这就是凡轩的故事 这过去这段时间 你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你赚到了标股的故事 有简单吗 你看博士呢 你绝对不敢买 是不是 但David在那个时间点5月底 我就送你护国神山 台积电的好朋友 这真是美国 真正厉害之初 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就聊多了一点的时间 如果对David的节目有兴趣的 记得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给全国好朋友们 David刚刚讲不完的 咱们明天再继续 明天见 明天见